認真會都沒有人要理我 真的 然後他朋友都自稱自己是跨性別 難跨人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對他上下起手 巴巴巴巴巴巴 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趙金燈子 YA 又見面啦 那今天的主題非常特別 為什麼呢 是我自己從生命朋友得來的經驗 跟平常可能看到一些新聞 看到所謂的男伴女裝 進女廁啊 女術騷擾女生 跟我的母校最近鬧很大 還上了水果日報的宿舍事件 或是PPT 低卡 巴社啊 都很常有一些人在說 欸 我是一個喜歡女生 但是喜歡扮男裝的跨性別 然後就會有人會說 好傢伙 你已經上了三層巴巴 都是開這類玩笑的時候呢 其實內心都會在想說 為什麼這種無腦的玩笑 就明明跟我們跨性別沒有關係 就明明跟跨性別無關的這種新聞 都要被帶風向 然後扣一個帽子在我們的身上 就污名化這個族群 攻擊我們 就結果敵人根本不在這裡啦 是啊 所以我今天就想提出幾個觀點跟盲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想或思考 好 那我們就開始 所謂的單純男扮女裝 絕對不是跨性別的意思 男扮女裝很大一部分都是叫做異裝癖 它可能是因為性的關係 扮女裝 它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獲得性滿足 也有可能是因為自信的問題 有些人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扮女裝的時候 比自己男生的樣子 好看多了 華麗多了 讓他比較有自信 活得比較快樂 那我個人其實是覺得這也沒有錯 畢竟就是衣物沒有性別嘛 華麗的好看的衣服誰不愛呢 社會性別框架 都是人類社會給的 不是上帝給的 但是並不代表說他把自己當成女生 或把自己塞進社會給予女性的框架 或也想要經歷女生的成長過程 甚至想要做手術變成女生的器官 成為女生 而跨性別男跨女呢 就像我之前分享的 我覺得自己是女生 並不是因為衣服化妝職業的緣故 而是我認為自己要擁有女生的身體 甚至最好可以擁有女生的成長經驗 來月經啊懷孕啊生小孩啊 甚至在與別人發生性關係的時候呢 使用的是女性的器官 而不是男性的 這個才是跨性別 而不是說我今天穿個女裝 我就是跨性別 都不是上帝給的 再來就是對於普通人來說 可能很難分辨為娘啊 男扮女裝 跨性別之類的 但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就覺得非常好分辨 像是如果你是真的正派的 純粹為了自己的男扮女裝 而不是為了說 喔我要進入到女性空間 才刻意的扮女裝的話呢 其實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因為男扮女裝 它是一個市場 是一種次文化 甚至可以說是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 他們會有自己的討論區啊 扮活動的組織跟空間啊 如果他們是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都是會不斷的去進修 去學習 怎麼不靠荷爾蒙或外力 單純靠化妝打扮 讓自己變得漂亮 看起來女性化 因為他們會希望說 他們卸下女裝之後 還是回歸社會正常的 普通的過生活 這完全是屬於個人的心靈成長進修 這完全跟犯罪行為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是男扮女裝 要去侵犯女生犯罪的話呢 那他充其量就可能是一個 女裝的很失敗的異性戀男性變態 僅此而已 可能五分鐘前隨便去保亞買個內衣啊 然後妝去屈臣室隨便勾一勾啊 就是外表一看就是非常奇怪 不對勁 非常的粗糙醜陋 都還沒有進廁所門 就會被旁邊的人側目之類的 更不用說的進去 就像我們這種行之有年的跨性別者 我現在真的認真 大概五天沒有洗頭啊 進去女廁室 廁所地板躺半天 認真味都沒有人要理我 真的 真的 而且就像我之前說的 跨性別通常都會去看心理醫生取得證明 所以如果一直宣稱自己是跨性別 可是卻沒有任何的證書 也沒有去找心理醫生取得證明 就是如果他沒有給出一個理由的話呢 這也是很奇怪耶 很奇怪耶 再來犯罪就是犯罪嘛 與性別啊 認同 性情向 性情向無關 我覺得我們都不應該把任何犯罪行為 灰於某些群體 我們不能說男扮女裝就是變態啊 性犯罪啊 你說新聞都報罪啊 那我覺得這都是資訊不對的 性存者偏差 就是報100個犯罪啊 可能沒有什麼人特別在意 就因為其中一個寫說男扮女裝 還跟跨性別沒關係喔 新聞就會刻意強調說 這個犯人是男扮女裝 然後打在標題這樣子 或是什麼 女駕駛出車 或者女駕駛打在標題很明顯啊 但很少人會有人強調男駕駛什麼的 就是沒有只有駕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犯罪從來都只是犯罪 每個心素不正 想要犯罪的人就會犯罪 就是我們必須要各按化去處理 而不能那麼簡簡單單就說 某某某族群就是變態啊 男扮女裝會性犯罪 像我朋友遇到的就是說 他朋友就自稱自己是跨性別 男跨女 叫他要教他化妝啊 但他本身外貌啊 服裝個性什麼的 就是正常社會框架 像男性的樣子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對他上下起手 然後讓他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這樣就非常的不好 而且就是疑似有 拖跨性別族群髒水的疑慮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實際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也都是我個人的推斷 結論我就覺得說 你如果有犯罪啊 有騷擾別人 那就是你自己個人的行為 你是個爛人 犯罪者就這樣而已 甚至他根本就不是這個族群的人 那這個族群的人 卻要因為一個奇怪的外人 要受到全體人民的攻擊 這樣我覺得也不是這麼的合理公平 那當然我也不是說到怪異男啊 我也沒有再污名化異男 所以我才會堅持說 個人的犯罪行為 就是屬於個人的行為 跟群體沒有什麼關係 體沒有什麼關係 好啦那希望大家有比較了解 就是正當的男伴女專 跟跨性別以及惡意的 不正當扮女專的差異在哪裡 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好不好 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 就是覺得不舒服啊 覺得被騷擾啊 你就要大聲的說出表娘 不要傻傻的被騙 被侵害 就至於為娘啊 第三性啊 跨性別 變專王后啊 這些什麼看起來很相似 卻有大不同的詞彙 我只好可能會 再做一個影片 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話 就是如果有想要看或好奇 其他內容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也別忘記要訂閱 按讚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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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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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記訂閱 分享 按讚 追蹤IG 開啟小鈴鐺 Zither Harp